或许我们曾经为您介绍了 在南加州有一间食品业者 他传承了台湾的古法 将低基金的技术首度引进了美国 如今业者把对低基金的用心 进一步发展在汤的熬制上头 每天花足了12个小时 制作出独一无二的用心好汤 继续就请东森新闻的记者 罗瑞玲带大家一探究竟 中午时间 店内挤慢了用餐人潮 美味料理也一道道的被端上桌 然而在这里的汤却很不一样 卤白色的汤头加上澎湃的打鸡腿 看似简单却又隆重 因为这碗鸡汤才是餐桌上的主角 也是整间餐厅的灵魂 从小因为妈妈只要煮饭的时候 就一定会包一锅汤 对 那所以我们已经从小养成 就是吃饭一定要有汤的习惯 我们会自己会自己去熬汤 但是因为熬汤它花的时间 包括准备料熬的时间 它要每一次它的工序很复杂 一次大概要七八个小时 不仅餐餐要喝汤 而且汤都要后宫慢熬 老板对于汤的坚持 不仅反映在店名好汤漫漫上 更是反映在对挑选食材的坚持 不仅大方使用北海道的窑柱 以及台湾的桂园 甚至市面上少见的巴西蘑菇 也拿来作为天然调味 外面煮饭就是外面的餐馆 就是我们一般熬汤也好 煮菜也好 一定要加味精味素吗 我不认为一定要加味精味素 是因缘机会去一家饭店 吃了一家很有名的饭店 喝了他们的煲汤 你就觉得它里面的鸡汤的味道 跟一般的味道不太一样 那那个鸡汤的味道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后来我就是透过朋友 然后去请教他 他就说他们家的巴西蘑菇 成就汤头 还有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除了市面上常见的朱颈骨之外 价格不便宜的维吉尼亚火腿 以及有机超市 才买得到的有机认证机 老板也都舍得拿来熬汤 一般餐厅它是不可能会用有机 有机认证的机 一个有机认证的机 如果大家有去后腹都应该知道 它一磅非常非常的贵 后腹一磅卖四块 这一只鸡大概四到五磅 那一般餐厅它不会用到这个鸡的原因 是一般餐厅所拿的鸡汁 大概一磅 顶多大概一块一块多 自嘲自己会这样不计成本 根本不像商人 但是要熬出一碗好汤 耐心与时间 才是熬出好味道的秘诀 汤底是有很大的学问 那刚刚我们说的 加的那些料呢 你如果少加一样都不行 因为少加一样它的味道又会变 就没有办法提升它最好的状态 八个小时不含备料 连备料的话 大概要大概十 十一个小时 真正等滚了之后算八个小时 那如果没有滚的话 全部下去 没有滚的话大概要 它要这么一大锅 它至少要等大概快一个小时 它才会滚 背功做好汤底 滚掉渣最后再加入新鲜食材 盛给顾客 盛了一碗店内人气汤品 好估漫漫鸡汤 简单的一碗汤却是不可思议的备工 才会让好汤漫漫在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包汤餐厅 现在外面的餐厅它是为了省方便 它可能煮一锅水 几瓢的味精味素下去 它就让那一锅水完全变了味道 完全变成像汤一样的味道 但是那个基本上那不是天然的嘛 那我们就会想说 即使我们多花一点时间 去熬煮一锅好的汤 将来你的下一代 小孩你的小朋友 包括我女儿 他们接触了 他们至少是接触一个天然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 是一个自然天然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加工过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们的 创这家店的基本原则 从一碗汤看见对待食物的态度 也展现了对地基金好品质的坚持 好汤漫漫以真材实料 以及熬汤的真功夫 征服每一位食客的心 以上是东西新闻 为宽 罗瑞玲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